假如两个国家的决策过程都完全公开透明,一个国家随时能够看到另一个国家在干什么,这种公开性和透明性会不会减少国家间的猜忌和矛盾呢? 好,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证文。 先给你讲故事,热身一下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,英国和德国的关系已经很紧张,英国政府想要研究一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。 于是呢,他们找到伦敦金融城的金融界人士想听听大家的意见。 金融界人士斩钉截铁地说,德国和英国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,因为英国和德国有紧密的国际贸易,彼此之间有大量的投资。 更重要的是,德国的进出口商人需要的贸易信贷都是由伦敦的金融机构提供的。 如果一旦爆发战争,德国的进出口商人将会蒙受巨大的损失。 他们告诉英国政府,放心吧,德国不敢惹英国的。 话音刚落,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。 还记得何凡给你讲过的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·弗里德曼吗? 他曾经提出过金色M理论和戴尔维基防范理论。 金色M理论是说,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,中产阶级的人数比较多,能够到肯德基店去吃快餐了, 那么大家就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吃汉堡的机会。 人心斯文就不会有人愿意放弃安逸的生活,去跟别人打仗。 戴尔维基防范理论讲的是中国的例子。 托马斯·弗里德曼讲道,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兴起,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投资。 在台湾海峡的两岸都有戴尔的工厂,组装生产电脑。 如果发生了台海战争,像戴尔这样的跨国公司就会从中国撤资,那中国就亏大了。 所以,台海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。 中国所谓不放弃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,其实只是说说而已的。 作为一个中国人,对这样的天真观点我相信,不论是何帆还是你,都只能表示呵呵。 那咱们进入今天的正题。 何帆今天要讲的是一种有趣的现象。 就是对外开放能带来世界和平的这种观点,其实是非常浅薄的。 但就是一直有人对此坚信不疑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,有个记者在当时的名气比托马斯·弗里德曼还大,他叫诺曼·安吉尔。 他出生在英国,17岁,只身到美国闯荡江湖,做过记者,后来投身政治,在英国政坛非常活跃。 1910年,安吉尔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叫《大幻觉》。 他的观点和托马斯·弗里德曼如出一辙。 安吉尔认为,由于各国间的经济依赖程度越来越深,因此战争将变得没有意义,得不偿失。 他谈到,文明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是通过信贷和商业契约为纽带。 如果一国入侵他国,占领了别人的领地,没收了当地人的财产,那么当地人就不会积极地生产产品。 所以,侵略者从侵略中得不到任何好处,反而还得倒贴占领的费用,这笔买卖是不划算的。 四年之后呢,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,事实证明安吉尔的观点才是大幻觉呢。 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,令人不可思议的是,1933年,他的大幻觉修订之后再版,再一次成为畅销书,比第一版还要成功。 这一年,安吉尔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。 结果呢,安吉尔再度被重重地打脸,五年之后,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。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相信对外开放能够带来世界和平呢? 你可以把这种信仰分解为两个假说。 第一个假说是贸易和平论, 第二种假说是民主和平论。 所谓贸易和平论呢,是说从经济上来看,对外开放能够让大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,而且能够带来更大的收益。 所以大家会一起努力挣钱,不再互相争斗。 这一假说的问题在于,经济学家只算总账,只看贸易带来的总收益,不去研究收益的分配。 一旦我们考虑到贸易收益是怎么分配的,那就把政治因素放进来了。 而一旦政治因素进来之后呢,正如何番上周给大家讲过的,局势就会变得混乱多了。 如果这部分内容你生疏了,那没关系,主编会在文字稿中加入链接,方便你复习。 贸易会带来世界和平吗?那么为什么会有鸦片战争呢? 事实上,国际贸易时时刻刻都会搅动政治因素,不仅会影响到国内的政治斗争,也会影响到国际政治斗争。 所以啊,民主和平论是说从政治上来看,对外开放使得每个国家的决策变得更加公开透明。 如果更好一些,每个国家都变成民主国家,那就万事大吉了。 你也知道我想干什么,我也知道你想干什么,大家有话好好说,怎么可能有国际冲突呢? 这在国际政治理论里啊,被称为是积极的透明度,即越透明越稳定。 但是,如果你在细想就会觉得,这一假说有点不对头,除了有积极的透明度,还有消极的透明度。 我们假设,你的房子和你邻居家的房子都是透明的,你们的一举一动,彼此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 如果你看到你的邻居在屋子里磨刀,你心里会怎么想呢? 他可能是要准备杀鸡,也可能是想到外边砍人。 问题在于,你确实能够看到他的行为,但你怎么判断他的动机呢? 或者,他也没有磨刀,但他一直盯着你,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,你心里会不会发毛啊? 媒体自由是开放社会的重要特征,但如果媒体可劲地鼓吹好战的沙文主义,这个世界是会变得更加太平,还是更加琢磨不定了呢? 我们并不是说对外开放不好,一个国家必须要闭关锁国,但是,我们也不能对对外开放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,没有一劳永逸的良策, 对外开放能够促进各国文化的了解和沟通。 也同样能带来更多的误解和猜忌。 对外开放能够促进各国经济的交流和合作,也同样能带来更多的竞争和摩擦。 对外开放还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产品,比如,人员的流动,宗教的传播,疾病的扩散,恐怖分子的渗透。 对外开放的程度越高,对一个国家治理水平的要求也就越高。 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,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程度并不自动地提高其治理水平,相反,一个国家治理水平越高,它能够实现的对外开放程度也就越高。 在今天内容最后,何凡想请你思考一下,贸易也会带来战争,鸦片战争就是个例子,如果让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,为什么当时在中营之间会爆发战争呢?